大部乡因为是在骗乡 所以乡亲如果是对到法律上官问题的时候 是想不知道要问谁人 所以大部乡公司在近年度 特别针对到法律主顺骗在上官以上 在代表会的支持之下顺利通过 希望可以找到更多主委 跟乡亲到三天 让乡亲在面对到法律问题的时候 可以有争计的印度顺利为人来解决问题 大部乡法律主顺服务以下 每个月一次有四点净 第四天空中随时条件实定 主顺第一点是在大部乡公司里楼 项目包括民事、行事、其他法律相关的问题 只要涉及在大部乡的乡亲 就可以前来主顺 乡亲只要准备好相关的资料提前 电位来预约 就能接受到主顺服务 法律相关的不足 对了我们平安的国保乡来说 这是我们很多乡亲都常常去遇到的问题 尤其又是在很多很多的一个地方 为了要有乡亲 在遇到法律相的相关问题 不管是在民法 或是在兴法 或是其他法律相的相关问题 我们在这次我们有变的相关的逆算 也经过就是我们代表会所有代表的一个赞同 所以我们在2月26 会早上8点到12点 我们要基盘早上一次的一个法律咨询 所以说要请我们各位乡亲士大 只要你有相关法律的问题 其实你们都可以好好把这次的机会 我们也会看这个情形 其实8点到12点是一个基本 如果是真的有很拥有 或是有很特殊的状况 我们也会试状况再来做一个调整 其他每一个月 我们完全全都会办一次 这个相关的事情 我们也会在提早 都会通知 让大家来知道 但是说因为很不简单 可以有法律咨询 这也是我们大部厢公所 第一次来做一个基盘 这个法律咨询 乡丁五名分表是 期待透过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向母两大部的乡亲在当中的法律问题 另有官党科医尋求解决方释 偏向生疏无良意咨询明亚悠 欢迎有辞求的乡亲 带亚议会得到利用 谢谢乡亲戚明冬 都不香彩虹不得 再讲吃喝玩乐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 频道 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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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